好,同學,所以我們接下來介紹的是熱量的計算 熱量它其實有一個公式 熱量的算法就是 水的量乘以什麼呢?上升的度數,對不對? 所以它的定義就是一卡的熱量代表的是 一卡路里代表什麼意思? 一卡路里代表什麼意思? 一公克的水怎麼樣? 上升一度數就叫一卡,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檢測一下 看看這個洋芋片能夠讓水上升幾度C 好,那首先呢,我們要準備什麼呢? 我們要準備的是水,對不對? 好,所以呢,我這邊帶了水 那我們呢,今天就用10公克的水當作例子,好不好? 10公克 好,所以我現在就裝10公克的水 好,我先用這個當洋芋片 其實就是10公克大概這麼多 好專業喔 你上來幫我拿一下 對,拿著 好,那你幫我測一下 好,那你幫我測一下 那你幫我測一下 溫度,來,放進去看幾度C 住手 告訴我 小住手 大 一比二 二,三,七 欸? 你幹嘛? 這怎麼那麼大? 值得看,值得看 三七 呃,沒有啦,二十... 二十七度C 好,OK,那我們現在呢,要怎麼做? 我們就打開 好,來,再來這邊 好,來,再來這邊 我不要怕 好,開始,我們開始燒它 就這樣子測量熱量 對,把它燒完 好香 好香 拿糕底好,拿好 這真的太誇張了吧 我怎麼沒聞到味道 怎麼沒有味道 怎麼沒有破蛋欸 對啊 拿它血血的,好不好 這樣子 怎麼都沒有 我怎麼這管子是 你看過來 你看 它會滴油欸 對,它會滴油 所以其實 其實洋芋片很適合當火種 你烤肉就買一包洋芋片 就可以當火種 太浪費了吧 火種很貴啊,真的很甜 那當然就滴在上面 沒關係 它在這邊出來 然後都要捨不得 我覺得它好吃 好,燒好了 好,現在趕快來 現在趕快來看一下溫度 現在溫度是 還在上升 好香喔 欸,它還在那個欸 好天啊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那個溫度 我現在要吃養一餅 好香喔 我一定要回家沒 為什麼我就放什麼味 我現在要燃燒 好像三種火味 好香喔 你就燒就好味道 OK 這樣子 好,現在溫度是62度 好,它現在變成62度C 請你,有沒有知道 這一片這個量有多少 至少有多少 三種 來,教授有多少 有沒有人算出來 其他四片 3.5 3.5太少了 35 3.5 你要把公式帶進去 熱量 3.5 3.5 3.5 等於 10 乘以 62減掉27 沒多少 350 350 35 所以等於 350卡 一片 同學請問這個準不準 準 其實不準,為什麼 因為我們希望是那個熱量 全部被水吸收對不對 可是你看那個火有沒有在旁邊 擴散在旁邊 我們有沒有所有的火都去燒那個 所以其實真正的熱量 還要比自己還要怎麼樣 更高 至少超過三種 我家愛菇至少有500卡 所以一片就500卡 所以 這就是熱量的算法 所以 食物的熱量都是用這種方法檢測 所以今天如果 你要改成是 花生米 就用花生來燒 去燒到炭就可以了 就可以得到它的熱量 這樣了解嗎 好嗎 好嗎